吉安湘的一个汽车烤漆厂 22号的清晨4点左右 突然发生了火警意外 火势是相当的猛烈 把场面的十多辆客户的车子 全部烧着金光 消防队员花了两个多小时 才把火势控制住 所幸这起意外 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火光照亮黑夜 巨大火蛇不断窜出 伴随爆破声响 建筑物陷入火海 消防员赶紧往屋内灌水 就怕火势持续延烧 那个里面是放什么东西吗 烤漆厂 烤漆哦 对 烤漆的 我刚刚看它里面 好像车子满多的对不对 对 烤漆的 现在有几台车在里面 有客人的 很多台 虚极台 火势越烧越旺 一发不可收拾 22号凌晨4点多 花莲吉安湘一处汽修厂 发生火警意外 起火点是一间烤漆厂 不明原因起火燃烧 里面放满代修车辆 以及油料 火势很快蔓延开来 燃烧面积将近300平 还不断发出爆炸声响 到达现场的时候 因为没有任何的关系人 大门深锁 那里面有农烟冒出 我们立即破门做抢救 目前是知道没有人员受困 那我们积极做抢救当中 目前已经出动了 6个分队 20台车 仅易销将近70人 更由易销出动怪手 破坏火场建筑 协助消防员进入抢救 根据了解当天 汽修厂员工 工作到10点多就离开 估计应该不是 作业原因起火 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带火调科调查厘清 记者综合报导